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五十佳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种鱼心草。 鱼心草也叫做折尔根。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。 本来我这几个鱼心草是长在我们家的草坪里面的。 现在看到草坪里面的鱼心草越来越多。 希望把它转移到这样一个塑料盆里面。 这样的话,它就没地方蔓延了。 它长最多在这个盆里面。 已经受到限制了。 好,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种。 刚从那个地方挖出来,是这样一个形状。 这个还带来个土。 这个形状,这个没土,这个还有根的。 最后一个好像是根少一点。 有一点点根在这个地方。 希望它也能活。 我们现在一起把它种下去。 一部分是买来的,搞了一些自然土混在一起的。 希望这样它长得比较好。 鱼心草呢,它通常喜欢潮湿的地方。 那么可能每天要浇水。 这个鱼心草呢,是从一个华人朋友家里面引进过来的。 像它发展的速度太快。 所以不得不对它进行一下限制。 不得的话,草坪里面都变成一个鱼心草的草坪。 现在是总共种了一二三四五克。 这样的话比较轻。 对,我这样换地方很容易。 好了,现在已经种好了。 所以我让它浇一下水。 第一次呢,可能这个水呢,要浇薄,浇透。 这个种子盆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呢, 我就是挖这个根很容易。 我最多把这个盆翻起来,倒在这个菜园里面。 然后呢,我把根掏出来,再把这个土恢复过去。 我再继续这个栽。 当然了,主要目的是把它在草坪里面到处长。 今天呢,刚栽下去是第一天了。 那么我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展现它不同的时间, 它的生长的状态。 以及最后我们把这个稻坎看看它的根长的情况。 这就是种完第二天浇水前的样子。 大部分叶子都站起来了。 看来它很喜欢长在盆里面。 现在给它浇点水。 这是种完以后呢,四个现金,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样子。 一些枯干的叶子呢,已经拿掉了。 盆里面的杂草呢,我已经清除干净了。 一共种了大小五克,看来都活了。 这是最大的一克,很健康。 第二克呢,看来也很好。 还有三克呢,小一些,也都长出了小的叶子。 看来它们都很好。 种于心草呢,还有一种方法呢,是扦插。 比如说你从商店,或者从朋友那里, 只得到一些质感。 没有根,其实呢,也可以做。 像这两克,我呢,示范一下。 先用剪刀呢,清理大片的叶子。 这个时候呢,注意保护好小羊。 在下端呢,剪成一个六十度左右的斜角。 这样呢,有利于吸水长根。 埋入土里的深度,在一英寸左右,也就是二点五公分左右。 好,这样呢,就总完了。 还有一克呢,也用同样的办法处理。 也可以直接掀插。 为了提高成果率呢,我们可以分成几节。 这样呢,先剪一道,分成两克。 再剪一道,就成了三克了。 下端呢,照样剪成六十度左右的斜角。 然后呢,千种,就可以了。 总的时候啊,注意上下端,不要插反了。 总完以后呢,浇点水,就完成总值了。 大家看,这三克呢,就是刚才我们新种的。 两个方向,再看看。 鱼心草呢,很适合种在盆里面。 平时多浇水,保持湿润,放在一个半阴的地方就可以了。 完全可以放在阳台,放在DECA或者院子里面的一个角落就可以了。 好,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。 谢谢你的观看,我们下次见。 给你打开。 看到那儿。